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用他们的铿锵誓言向世人证明 人民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2024年5月27日 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核争吕杨根斯莲 时代楷模称号 人们将关注的目光再一次投向这支 从长津湖畔走来的英雄部队 时光荏苒 现在的杨根斯莲已经不再是警告一支步枪 和一双步鞋的传统陆军 随着科技强军的步伐 杨根斯莲已经成为我国新史重装合成旅中的一员 主战坦克 步兵装甲车 让他们飞驰在战场之上 远程火炮的火力掩护 也可以让敌人感受到炮弹洗地的威力 如今人民陆军基于现代战争的需求 所打造的合成旅 让世界看到如何从轻步兵王者摇身离殿 成为坚不可摧的庄甲洪流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讲解了合成旅的配置以及作用 白老师你好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合成旅作为人民陆军的王牌部队 在这支王牌部队里 它都使用了哪些高端武器呢 合成旅它首先的强大 是因为它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模块化部队 那么在这个模块化部队里面 它是根据战场的环境 根据你的作战任务 根据你可能面临敌方的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装备 那么这些部队呢 我们说它要根据自身的重量 我们通常把它分成重型 中型跟轻型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你的底盘的区别 那么重型的这个合成旅呢 那么我们说可能它的 这个其中整个吨位最大的装备 就是我们说的主转坦克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这个装甲的封线的力量 那么跟这个重型的 这个我们说这种主转坦克去搭配的 就是步兵战车 那么但是如果说对于中型的 合成旅跟合成营 还有轻型的合成旅跟合成营的话 那么它会把这种主战装备 换成轮式的步兵战车 那么轮式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火力支援车辆 或者是更轻的这种出击车 除了我们这种装甲封线之外呢 你的火力打击手段里面 我们说有比如说排流炮 那么当然你的排流炮 也是基于不同的底盘 那么另外呢 你还会有专门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系统 而且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你还会有无人机 还有其他的这种新型化的装备 对你进行支持 在整个世界上 很多国家的军队 都希望能够编组为合成旅 而且我们说从施改成旅 这个其实是之前 应该说是20年以来的 陆军的发展的一个 可以说是趋势 但是真正的能够形成这种 合成模块化的部队的国家很少 为什么 它是要以你的工业基础做支撑的 你能不能提供足够多的装备 你能不能提供让这个合成部队 发挥作用所需要的 比如后勤保障能力 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能力 这个能力在全世界 可能只有几个国家能实现 这个才是中国 才是我们解放军的合成旅 真正强大的地方 它是以中国的国力为后盾 历史不会忘记 1950年11月 朝鲜正经历着历史上 最寒冷的一个冬季 而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 正在冰雪中进行着 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斯 封命带领一个牌 恶手下节鱼里外围 1071高地东南小高陵 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29日美军陆战第一师 向小高陵进攻 在美军强大的空中 和地面炮火的防风滥炸下 杨根斯带领全排顽强抗击 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 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 当阵地上只剩下他和两名伤员时 又有40多名美军爬进山顶 危急时刻 杨根斯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 拉燃导火索 纵身冲向敌群 与爬上阵地的美军 同归于尽 英勇捐躯 年仅28岁 1952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为杨根斯追击特等功 追授他特级英雄称号 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斯连 此次阻击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在美军逃窜的过程当中 杨根斯所在部队的小高岭 可以说是美军逃亡必经之路上的一根门栓 我们的部队它是占据了地理优势 抢占了相关作战区域内的制高点 但是由于当时的天气是比较寒冷的 是不可能构建起比较完善的攻势 当时杨根斯所在的作战部队 包括我们其他的志愿军战士 在零下30多度40多度的严寒条件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作战 其实我们会面临物资不足的情况 缺少食物 甚至我们预寒的棉衣也是非常单薄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勇气和这种保驾卫国的 这样的一个热血豪情 可以说是支撑着志愿军和敌人 进行这种殊死的搏斗 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先辈已是信念长存 走过数十年的风雨 杨根斯连在独战打仗的道路上 迫步向前 一代又一代年轻的杨根斯们 为赌国 为人民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是新时代人民务军 为践行强军目标所立下的 蒸蒸誓言 历史会将英雄铭记 保卫国家 维护主权 人民军队更是敢于出击 寸土不让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巧合 很多故事总可以在多年前 找到一模一样的剧本 就在前不久的一次驱离任务 竟和十几年前的故事 产生了时空联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跟随人民海军的视角 一起去看一看吧 1949年4月20日 渡江战役发起前 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 闯入长江 遭我军炮兵炮击 紫石英号遭重创搁浅 两次挂起白旗 这是英国海军舰艇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 第一次向中国军队挂起白旗 这场发生在新中国城里前夕的驱离任务 向世界宣告 中国的水域已不再是列强可以通行母祖的地盘 在此石英号事件过后不久 1949年4月23日 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 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城里 人民海军从此诞生 众所周知 领海是领土的组成部分 那么沿海的国家 针对领海的范围内 是拥有管辖权的 不仅包括领海所对应的空域 还包括领海所涉及到的 所覆盖的海床和底土 可以说我们都是有管辖权的 我们中国的领海范围是12海里 我们自己知道 全世界可以说也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的 更好的维护领海 还是要有强大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 如今的人民海军 已经拥有了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庞大舰队 时刻保卫着祖国的海江 但威胁时刻存在 2021年的一天凌晨 西太平洋欧海 南昌舰党委班子 在驾驶室紧急召开碰头会 这是南昌舰首次加入辽宁舰航母编队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 在周边海域航行的两艘外军舰突然转向 试图穿过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面对紧张态势 舰党委领导官兵迅速采取应对策略 让外舰知难而退 放弃穿越编队的行徒 在此次驱离任务中 南昌舰全体官兵单刀附会 一往无前 就像70年前的前辈们一样 为保护我国海洋主权 敢于亮舰 白老师 这个海军在远洋航行时呢 都有一定的安全范围和距离 那您能详细的讲解一下 为什么要对不明船只进行驱离吗 首先呢 我们说这些所谓的不明船只啊 那么或者有些可能就是外军舰艇 有些可能就是我们说对它的外形 对它的功能的判断 那么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这个时候我们统一把它称为不明舰艇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是冷战时期美苏双方 干扰对方正常海外部署 包括训练的一种常见的手段 那么这种行为首先我们说 第一它对航域安全带来了干扰 其次我们说这种冲击行动 从冷战的经验来看 它是要迫使你做出反 就是你像双方的航线发生了交叉 那这个时候相关的舰艇 一定要对你的编队的指挥 那么这个过程中 你的回应的速度 回应的频段 整个反应的时间 其实都是收集情报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这种行动 所谓的抵近的干扰也好 那么或者也有人叫 这个抵近式的侦察也好 它很大程度上是什么 就是我迫使你做出短时间的反应 然后借此迫使你去暴露出很多的 你平时不那么容易暴露出来的情报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提到了南昌舰单刀附会 而它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实际上我们说南昌舰的单刀附会 它应该来说危险的因素是极小的 那么我们一提到单刀附会这次 你想观攻 为什么是观攻单刀附会 我的战斗力放在那 你谁过来 我是有能力应对你的 你是想斗文的还是斗武的 我有信心 我蹲位占优啊 而且我们说南昌舰的优势是什么 蹲位够大 内部空间够大 信息化的装备的数量够大 我在下达命令做出判断的时候 我可能不需要问 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编队里面 很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角色 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之下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算 我都可以判断 我虽然是单刀附会 但是我是安全的 而且我们说这个过程之中 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我都有办法应对 我都能够占优势 南昌舰是我国首艘055型万吨驱逐舰 也是海军航母编队中的带刀侍卫 作为新时代人民海军 众部舰艇的中坚力量 在陪伴航母编队驰骋打扬之前 南昌舰的名字 还有着另一段光荣的故事 1982年11月15日 型号163的051导弹驱逐舰南昌舰 驻列人民海军 那一型战舰的驻列 标志着我国拥有了 自主研制大型水面舰艇的能力 1984年5月12日 南昌舰与一艘护卫舰组成编队 抵达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抛下了曾母暗沙低毛 宣誓主权 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 第一次在中国南海里 推过人民海军军舰的舰首 而现在 新一代南昌舰 于2020年1月驻列服役 前号101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 055型导弹驱逐舰首舰 海军心智作战力量的典型代表 参与执行航母编队备战训练 十余项重大任务 开创人民海军史上多个第一 2024年1月7日 南昌舰党委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更续代代相传的英雄剑名 见证人民海军向海图墙 逐梦深蓝 祖国辽阔的海江已经有了守护者 但比大海更广阔的是祖国的天空 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空军 很难抵御敌人的空中进攻 一支军队若没有制空权 仅依靠强大的陆军 也难免要遭到来自空中的压制 人民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最晚组建的 但是却有这样一支空军部队 伴随着新中国不断成长 立下雷雷战功 2023年6月20日 央视军事发布视频 画面中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 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成良 与战友驾驶轰6K战机 采用低空突防的方式 对进入我国海域的外方船只 进行查证和驱离 轰6轰炸机 是上个世纪60年代 我国参照苏联中型喷气 轰炸机图16所研制 1968年12月24日 采用国产涡喷8发动机的 轰6首飞成功 自此 基于轰6机型所衍生出来的 轰6家族 一直守护着我国的天空 直到现在 轰炸机对于人民空间来讲 是一行非常重要的装备 来老师 此时我们身后摆放的是 图16和轰6K 二者有怎样的区别呢 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图16 包括我们说图16的国产化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轰6 那么它在人民空间开始装备的时候 确实真正的大家伙 而且它带的是更大更重的家伙 什么概念就是 我们的空头的原子弹 核爆实验和空头氢弹的实验 都是由图16的发展 就是国产的轰6来完成的 那么当然了 最初的轰6是一款只能够执行高空的任务的 而且是这种概率轰炸的这样的轰炸器 但是现在的轰6K我们看到 第一 如果从外形大家对比的话 它其实大了很多 而且你看它的机头 我们看老轰6的机头 我们说是玻璃座舱 当然领航员这个位置 我也在老轰6上坐过 其实视野上还挺有意思 轰6K封闭的 但是取而代之是内部显示屏 对 它的所能够向我们的机组人员所提供的信息 比过去玻璃机头要多得多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也代表了什么 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 而且它跟包括发动机舱的变化 是轰6K的外形上的最直接的 能够直观看到的变化 更多的变化是真正的隐藏在内部 可能我们直接想看不那么容易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面 我们说一个是载单量 这个图示6包括我们轰6的早机型 一般认为大概就带9吨的炸弹 当然这个重量已经很大 但是轰6K通常认为挂载能力一般是10吨 甚至有些人认为超过12吨 那么航程这块就是早期的轰6的 航程大概一般认为就是6000公里左右 轰6K之前我们的报道里边 一般认为它的作战半径是3500公里 甚至是要更远的 还有就是关键的 它所带的相关的攻击手段 过去我们说的高空轰炸 给这个轰炸 20枚比如500公斤炸弹 听起来挺厉害的 但是打击精度不行 但是现在轰6K的主战的装备 大家所熟悉的空射巡航导弹 或者是这种超音速 拥有很强突破能力的反尽导弹 那么它是可以对 比如敌方的航母战斗群 或者是敌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 进行几千公里以外的 这种外科手术 眼科手术式的打击 因此我们说轰6跟轰6K之间 看起来很像 我们知道它之间是有继承发展的关系 但是你可以认为二者之间 这种变化 进步是巨大的 甚至我们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变 2014年4月14日 根据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的战略目标要求 仅仅两个月后 二大队全面换装全新的轰6K战机 面对全新升级的信息化系统 首批改装人员仅用不到三个月 就提前完成改装任务 首飞不到七个月 即执行南海战巡任务 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潜出第一岛链 碎行沿海任务 二大队从此告别 凌空轰炸的单一作战方式 开启空中远程精确打击 新路径的探索 我们所装备的轰炸机 目前是轰6系列 经过不断的改造和技术升级 已经发展到轰6K 包括更加先进的改进型号 所以我们注意到轰6这个平台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全方位的提升 它的这种跨区域的火力打击能力 也可以让它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身性 所以我们发展这个轰炸机 既可以在成熟的平台上进行技术改造 同样也可以从零起步 那么采用新设计 新理念 全方位的提升空中作战体系 它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 这些年来 二大队官兵用举计仗粮祖国山河 先走140亿元次飞向远海 面对外军军机的层层逼近和干扰 他们突破第一岛面 1000余公里 创造了人民空军当时飞行时间最长 远海距离最远等多项记录 2024年4月8日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获得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荣誉 他们和经历飞航等轰流战机 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航程上 不懈奋飞 人民陆军 海军 空军 为保卫祖国上山下海 翱翔天际 直面战场 但是 还有这样一支部队 他们几乎不会亲临一线战场 而是在千里之外 给予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他们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他们就是战略导弹部队 从军34年 零失误的八一勋章获得者 王忠心 作为传奇兵王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手中紧握的是 国之重器战略导弹 而战略导弹的每一次成功发射 都凝结着官兵的心血和汗水 汇聚着遇见人的智慧与勇意 而他们的故事 还要从我国自主研制的 第一枚战略导弹 东风二号说起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1960年11月5日 国国发射了第一枚 地对地弹道导弹 命名时 科研人员想到 毛主席曾引用这句话 便将第一枚弹道导弹 命名为东风一号 在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后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再次试飞 并成功命中千里之外的目标 自此 我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战略导弹力量 同时 一直区别于 陆海空三军的独立兵种 第二炮兵诞生了 成为了震慑敌人 最有力的撒手锏 而现在的火箭军 不但拥有原来的 战略导弹部队 而且还有着 众多先进的 战术常规导弹部队 刚才我们提到了 弹道导弹分射程的远近 这种远程 中程 近程 甚至是洲际导弹 它是怎样区分的呢 它确实是以 这个射程来区分 当然我们说 在不同的条约 甚至不同国家军队的 军与里面 这个中程 远程 近程 洲际 它可能定义不完全一样 那么按照解放军的体系来算 第一 射程低于1000公里的 近程导弹 那么从1000公里到5000公里射程 这个是我们说中程弹道导弹 那么射程5000到8000公里的 是远程的弹道导弹 那么这里面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提到 比如中远程导弹 那中远程导弹是什么 射程1500到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 叫中远程弹道弹 当然了我们说你还要考虑 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近程就是1000公里以下 甚至是500公里以下 这个射程 一般来讲我们说它就是 负责到战区的区域 有些情况下可能划到3000 就这个是要根据你不同的 这个编制 那你能够看的距离来算 当然从我们的 就是我军体系的角度来讲 1000 5000 8000 5500 那这个其实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楚 从近程导弹到洲际导弹 东风系列导弹 伴随着国舰军 为国人铸造了一柄又一柄利箭 目前 国国已经拥有覆盖远 中 近 洲际 多种射程范围的弹道导弹 同时兼顾远程反舰 何尝兼备能力 实现了区域拒止 和反介入作战能力 2019年国庆阅兵中 首次亮相的东风17 高潮音速弹道导弹 作为未来战争中的黑科技 引起世人关注 火箭军部队 手握国之重器 威慑来犯之敌 让我们有底气地说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在建军97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回望过往 眺望前方 我们将寻致英雄的足迹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 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上 不断奋进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 军事科技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